deren一吉的 词曲 李宗盛 作词 じ和语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皆云作沙 伝损所有地球 将四海为佳 聊聊少年梦去行走天涯 见面面几山做屏障 小乱世空荒 江湖游夏 疑似海拔晃晃 满腹过往 魔魂的一方安康 过往有了情别风沙 雨风的潇洒 江旁人卸杀 雨风的一壶老茶 饮下故事的沙哑 许过了佳话 在症状出发 我魂的一方安康 共饮了情别风沙 雨风的潇洒 江旁人卸杀 雨风的潇洒 雨风的潇洒 饮下故事的沙哑 许过了佳话 在症状出发 许过了佳话 在症状出发 有罪了 她在症状出发 湖雨风的潇洒 会初心疯缓 不与粿沙 会初心疯了 今天宣伤 夜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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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毒 我可是蒙着眼睛的 什么都看不到 这样 只有几根银针 如果有任何不轨之举 你随时可以刺我 别再放开我的手 去哪儿 我来 一多 这回公司 我来 我来 我去哪儿 都不可以 我 quiet 我先去哪儿 我来 这下 我先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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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师父的医术高明吧 就他那点小伎俩 还不是跟我们家青洛学的 今天青洛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要夜修毒拿命来尝 他没有大碍 师父 我已给他包扎过伤口 现在还在昏迷 已经睡了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又让青洛为你挡剑 这次还好他没什么大事 要不然就算天王老子拦着 我要堕了你 明明是他心怀叵测 假扮诡异接近我师父在先 你们倒好 恶人先告状啊 清宁 清宁郡主此言诧异 这罪梦成 谁人不知他便是诡异 何来假扮之说 那为何堂堂诡异 竟然连晕血症都治不好 还是说你假借诡异之名 实则是想对我师父使阴招 好削弱我天语国的实力呢 你可知道青洛是他什么人 琉璃姑娘 继续说 要不是有一个月前那场意外 他还是你的未婚妻 你跟青洛已然成婚 师父 知道了 其他的人让人怎么看看 他才是真好 打赏 他们宫 马上没有在家吗 我还设自计划 你还能唱出 我还不懂 你不用 我在罪 我还不看到 你还没有 心愿啊 这场仗义不出一日 便会在罪孟城蔓延 若这个时候曝光夜修毒 就是御阳军 我相信这场仗义 可能会来得更猛烈一些 门主这招 的确是兵家上级 属下定会 将功不过 琉璃姑娘 你方才过于唐突了 若是让那清宁郡主 得知了御阳军的真实身份 再将此事告知清衡 御阳军必将身陷险境啊 放心 那个清宁显然是对夜修毒有意思 今天发生的事 他不会告诉他哥的 你是这么看出来的 他们不是师徒相称吗 我说的是男女之情 听不懂就别瞎插话 你 难免夜长梦多 咱们还是得想个法子 得让御阳军 早日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份 要我说 要不我们直接找个法子 把御阳军绑回来 直接给他灌醉 扔到清洛床上 直接来个生米煮成熟饭 即便他恢复不了记忆 也会对清洛负责 这样的话不就回到我们的阵营了吗 不可 这时候你俩都统一意见了 也不是完全不够 至少可以先把我哥帮回来 确保他的安全 再从长计 这个艰巨的任务 就让我这个弟弟来做吧 就凭你这三脚猫的功夫啊 我最近的武艺可是有所长进 是吗 嗯 这修徒怎么在那儿 这姐姐来教证你吧 竟然不信任我 我便要证明给你们看 不需要此等三流手段 我也一定将大哥带回来 放开我 放开我 究竟是谁 放开我 救命 放开我 你 你到底是不是玉阳君 如今大哥性格飘火 若是不相信我的身份 恐怕会节外生枝 我当然是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结然这样 那就别怪我 拉手催花 你要干嘛 你干嘛 你是不是玉阳君 我 我不说是为了你好 为我好 行 那你就别说 你了 我说是为了你 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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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都说 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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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都说 世子 按照您的吩咐 从风仓国拿到了玉阳君的画像 岂有此理 竟敢如此烦恼我 他现在人在哪里 刚接到承受通知 出城不久 不过世子请放心 他今日出府时 我已经安排了青昂卫跟踪 不久便会回来禀报 原来师父就是玉阳君 就这样 在你跟青若姑娘 经历了万千闲阻之后 终于走在了一起 可是好景不长 在你们大婚的当日 为了拯救被淤作林胁迫的青若姑娘 被黄雀在后的修罗门所安息 当时 那是漫天的剑雨袭来 大哥 你一把把青若姑娘涌入怀中 一眼万年 当时你的眼神仿佛在说 生死气阔 与此成说 曾经 有一段真挚的感情 摆在你跟青若姑娘面前 却因为你们 双双坠落悬崖 而伏之如俱了 徒留浩然一人感叹 问世间 情为何物 至叫人 生死相许 这不会是你编的吧 大哥 一杭 慕然方才所言 皆是真情流露 绝有半句虚言的 趁大哥不备 便将一罪百仇消 放入她背处 到时候大哥昏迷 我将她扛回奉仓阁 让那金流里刮目相看 大哥 你我兄弟二人久别重逢 今日我们不贵不贵 还想骗 大哥 余地先干为敬 大哥 你不在的这些时日 昊然真是度日如年啊 我以一己之力 担起了豫阳君的全部重任 不但要以豫阳君的身份 以示重任 还要带着暗夜卫日夜训练 以备四国大赛 可是我听说 此次大赛危机四伏 九死一生 每当念及此事 我总是觉得夜不能寐 辗转反侧 大哥 此乘危急存亡之丘也 不过既然大哥已经安然归来 这些便不是事了 昊然相信大哥的身手和谋略 定能扛起夜家的大气 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原来是想套路 本公子为封仓国卖命啊 差点着了这小子的道 我说了这么多肺腑之言 大哥难道还不相信我吗 我信你个鬼 信 我当然信了 大哥 你不早说 早说晚说又有何妨呢 来 我们干了这杯 然后动身去封仓阁 好 昊然你怎么不喝啊 大哥 小弟 酒里不佳 不如我们此刻就出发吧 干了这杯 再走也不迟了 你以为我没看到 你在这酒里下东西啊 大哥 我 其实 你两杯都下了毒 嗯 但我吃了解药 你 师父 师父 怎么办啊 哥哥一定会杀了师父的 师子 这里就是郡主 就知羽阳君的地方 围起来 来 起来 起来 你 我 你 我 他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她 你 你 哥哥 我是心甘情愿的 该死 这野豪人到底给我喝了什么 霓儿 你让开 一定要杀了这个淫贼 哥哥 我对师父一见倾心 昨夜我和师父情到浓室 死定终身 还望哥哥成全 好 青鹿 你终于醒了 没什么大碍吧 没事 倒是你 一脸愁容 不会是在我昏迷期间 又出什么岔子了吧 怎么会 小果子和小韩这 脸色不太对啊 莫不是 昨夜不眠不休地照顾青鹿 身体疲倦所致 我给你们拔把脉 我回来了 你还知道回来啊你 向大哥回去了 说 我 我去找我大哥了 而且在我的寻寻善友之下 他现在已经相信了自己的身份 回归风仓国队伍 指日可待了 诡异何在 哥 你快告诉他们 你已经相信自己是 这件事情一会再说 眼下有更重要的事情 请诡异出马 有什么事情 比你我相认更重要的 清衡世子染了恶疾 现在昏迷不行 你肃于我去一趟天狱哥 他比你跟我家青鹿有什么关系啊 难不成就是因为 他是那个小君主的哥哥 因为不仅是世子 我这一路走来 许多醉梦城的百姓 也染上此恶疾 魏寒 手脚冰凉 牙关大缠 甚至 会出现晕厥的症状 现在终于你有关了吧 去可以 但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说 我这肩上的伤 可是你亲手包扎的 是 你要干吗 人有十二脉 手上六脉 足上六脉 想要你哥醒来 需要在此行针 你不会 又打什么歪主意吧 世子跟我手下染了一样的疾病 我失贞之后他们便醒了 你要是不信我的话也行 我现在就走 清凝 让鬼衣好好治病 可以了吗 留阵一炷香时间 一炷香后便会见香 我说的是 四脉 你醒来 我这是怎么了 世子本有喘民之急 又染上了仗义 病情不容乐观 我施针之后 已经缓解了你的病情 但却无法根治 仗义 只怕不止世子一人染上了仗义 我前往封丧阁的路上 发现许多百姓也都病倒了 哥哥 刚刚是师父请来的鬼义 世子 世子 青雷国世子上官锦 刘云国大将军齐寒天求见 给我拿下 是 停 兴起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郡主 清雄世子 你们不会还不知道吧 此人 便是儒家包换的豫阳军 齐将军说的句句属实 若不是罪孟城的百姓 将四国队长的人偶 在街市上贩卖 我们至今仍被蒙在鼓里 这玩偶这么丑 如何使的是我 你可不要太得意 从此你我势不两立 就算如此 也不能证明师父就是这场瘟疫的始作俑者吧 郡主言之有理 但也不能洗脱玉阳军的嫌疑 首先 玉阳军作为封仓国的队长 却潜伏在清衡世子的麾下 很是可疑 其次 从玉阳军的外相上来看 并未染上怪机 这又该作何解释 种种迹象 让人不得不怀疑玉阳军 许谋已久 不光是他 他们封藏国皆为染病 八成是想用这种盘外招里应外合 这样他们封藏国便可不费一兵一卒 轻易赢得四国大赛 哥哥 师父真的只是失忆侥幸被清灵所救 并没有任何目的 我可以作证来 谁知道你们是否有非同寻常的关系 既然天羽国是四国大赛的主办方 我听从清衡世子的决断 好了 一切真相查明之前 玉阳军暂时克勒在我府上 非语 是 慢着 他是我的人 谁要敢动他 就是与我诡异 和风仓为敌 你就不怕玉阿玛桑国为敌吗 就算与天下为敌 我也在所不惜 我以诡异名义作保 若是十日内 我未能解决战役 我会亲自向君上请罪 与玉阳军同罪 你不必如此 当日诡异会者泥泥派众议 也是这般虎 笑话 谁知道这是不是你们的缓兵之计 来人 随暗将其拿下 以后这种事 还是交给我了 我若是想走 只怕在场没人能拦得住我 那玉阳军 你潜伏在我天羽阁 又作何谨慎 玉阳军患了失魂症 他是为了捉拿风仓国叛徒于作林 才跌落山谷 被清宁郡主所救 而且现在 不应该是互相猜忌的时候吧 我相信青楼姑娘 她不是信口雌黄之人 齐天 若齐天你们交不出解药 我便将此事禀明君上 取消你们风仓国的参赛资格 好 一言为定 我看定是那修楼门人从中作口 将消息放出 欲诬陷我大哥就是那下毒之人 可是 为何唯独我们几个没事啊 难不成 是我们误实了抑制仗义的解药 不可能 大哥住在天羽阁 而我们几个住在风仓阁 饮食起居毫不相干 再说了 寒水石和罗汉果和我们同吃同素 不也照样染急了 嗯 你想说 他有点 血涮过 狴狴 这蝴蝶 好像是因为师父身上的香味才引来的 那这变色蝶便是解药啊 那我们就去把变色蝶的老巢给端了 别急 这变色蝶抓来没用 重点在于花粉 白桃集上记载 变色蝶喜爱火吉花 火吉花喜爱温润潮湿 原产于精雷果 生长在山谷之中 有褪寒驱毒的功效 平日里我调制香薰也会用到的 只要我们找到足够的火吉花 就能一直沾满 原来如此啊 还是我们家青洛在里面 拉抖什么 天就变色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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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找到了 火石粉的味道 看来的确是有人故以为之啊 可是就这几株也不够啊 看来咱们得去一趟精雷果了 师傅 那你可不许抛下我 那我们势不宜迟 拿火吉花去给我哥哥吃病吧 醉梦成百姓的身体 比习武之人更为孱弱 我得拿这些花粉调制解药 控制疫情的扩散 我帮你 我帮你 蹦蹦蹦 救你不撒心肠 帮你 辛加 谢谢 多谢 demiş大人 没事普琴 但是他的烟 эксп 郑大文 愁 这么松 啊 你帮我擦一下呗 没事 别耽误治病 快点 师父 你们在干吗 你们在干吗 清宁 你跟我来一下 我有事问你 我 那个 清宁 仗义之事事发突然 还没来得及问你 昨日之事 是真的吗 莫非师父不信你啊 昨夜师父还说喜欢你啊 你不记得了吗 莫非师父 嫌弃你啊 如果事情是真的 我会对你负责的 对了 师父 之前我一直觉得青楼姑娘面熟 我今天终于想起来了 七年前在四国宴会上 我跟她有过一面之缘 当时她可是封仓国校尉 于座林的妻子 你们应该是否 你不认为我的妻子 是吗 我都听估计你 这都听估计我 你不认为șa 小雪姐姐 要不然你先跟我到前面的房间 去休息一下 正确啊 咱们不用出来这么大回来 吃得真带发脾气 到处找你呢 那好 我先送你送你了 好吗 我先送你送你了 我先送你了 我先送你了 好吗 好吗 我先送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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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哪儿 你终于想起来了 怎么 鲜血了 真不知诡异大人 可真是身份多变啊 一会儿说是我师父的未婚妻 一会儿又是余夫人 不知诡异到底有几副面孔呢 此话我只讲一遍 余作林的确是我前夫 七年前她陷害于我 亲手将我推下朝白河 我被金流离旧起 失去了记忆 所以从此 世上只有玉清落 没有寒江雪 你 那说完 是 我并不在意这个小丫头 如何看我 我只想告诉你 你曾说过 并不在意我的过去 你只希望我的过去和将来 都与你有关 我如今说的这些 你信还是不信 我对师父一见倾心 我和师父情道浓室 四顶终生 我信 但那些都已经过去了 我失去了记忆 早已决心 重新开启一段新的生活 就像你从过去的寒江雪 变成了现在的玉清落 所以我们之间 到此为止 不过你放心 仗义之事 我还是会帮你解决的 我们好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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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我是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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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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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城里的仗义怎么样啊 如今城里百姓的病情 已经被诡异控制住了 那个诡异还真是有点本事 对了 关心塔的那些刺客呢 查清楚了吗 回世子 那些刺客的尸体 胸前都有修罗门的专属刺经 看来这豫阳军和修罗门 是结缘颇深啊 这仗义 很有可能就是修罗门散播 想要嫁祸给豫阳军 修罗门想要对付豫阳军 用不着用仗义这么大动静 他们真正的目的 是四国大三 哥哥 你睡了吗 哥哥 你看 这个呢 是诡异用火急花秘配制的解药 此花可以抑制仗义 宁儿就是因为这个才没染上病的 你接下来是不是要讲 你想跟叶修毒 去惊雷国找火急花呀 果然什么都瞒不住哥哥 那哥哥就帮宁儿去找上官请要一下惊雷国的同官文书好不好 哥哥哥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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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是告诉我 你跟那个夜修毒是 你 玉玉 抓住郡主 哥哥 把她关到月牙阁 没有我的允许 任何人不准入内 你曾说过 并不在意我的过去 你只希望我的过去和将来 都与你有关 昨夜师父还说喜欢你了 你不记得了吗 师子找我何事 我来此处质问一件事 你跟宁儿之间要怎么处理 我自会对她负责 好 既要负责便拿出诚意 四国大赛之后 你要迎娶宁儿 好 希望你能做到言出必行 对了 宁儿的江湖经验尚浅 我已将她软禁 多谢 本也没打算带她 青鹿 小杭他们怎么样 虽然滑粉剂量不够 但是都大有好准 你放心吧 那就好 不过这次惊雷国之行 我想把小韩和小果子 留在封藏阁 让黎大哥再次作战 担心修罗门搞破坏 这修罗门和这四国之一 肯定有暗中联手 一定是想夺得神农医典的下卷 黎大哥他们留守此处有备无患 而且还可以刺探此事 还是你想得周到 不过 怎么看你感觉今天心情不太好 叶修毒欺负你了 叶修毒 已经忘了我跟他之间的所有事情 他想开启一段新的生活 新生活个鬼啊 难不成他想做那个什么 天语国的驸马 我去找他算账 你别急 我想通了 我也不想逼他找回记忆 为何 就因为青鼎那个小丫头骗子 你就心灰意冷 打算放弃了 当然不是 我决定改变策略 什么策略 叶修毒因为救我 才掉落山崖 失去记忆 是我把他弄丢了 所以 我的男人我自己会找回来 不行 我的意思是 此事怎么能少得了我 所以你是想让叶修毒重新爱上 有魄力 这才是我认识的玉清洛 好 姐姐我助你一臂之力 词 MUELLER 阶 weeks 词听宏 敏 人间出落几刀伤 不曾荒凉心岂能发脏 你我怎随天已遇上 年轮复写了几卷 一命运无常 梦在缘成缘不完 明月思念为一人绵成 就让这眼泪好强 灵性深隐藏 人云过浩荡 解除时光 执手痴狂 总恨过千千万难 却甘愿与你情感 悲欢过多少聚散 相依未够 红尘梦放流失魂 梦光悠悦我情懒 就算决涂我情深 遗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